撕開集容咖啡包在泡來喝之前 都會先檢查有效期限 不過日前由民眾喝到的不是過期的咖啡 而是來自未來的咖啡包 現在明明才9月份 但就有民眾收到 雲林監獄出產的幸福雲咖啡 制造日期印上了10月 遭質疑難道是食品安館出現披露 對此是目標制造日期 於是深表欠意 經過媒體指證後 本件立期全面 昨天就在全面清查自營作業產品 原來不是來自未來的咖啡 而是在這個步驟出錯了 打印這個數字要一個一個放 而且這數字很小 如果年紀大了有時候會放錯 這是難免 雲林監獄訓練受刑人習得一技之長 不過有的受刑人年紀大了 老花也沒有看清楚 把制造日期的印章放錯數字 9月份變成了10月份 本件使用的古坑咖啡是使用那個 友善農法種植出來的 都是一年的那個咖啡豆 是新鮮的咖啡豆 所以請消費者放心 我們品質一定是有保證的 雲林監獄跟古坑咖啡農合作 推出的咖啡綠掛 去年售出1103盒 而今年8到9月份生產的156盒 目前查到16盒有印錯的狀況 雲林監獄也立即通知購買的消費者 並且把資訊PO上網 強調這一段時間購買的消費者 可以聯繫他們來辦理推還貨 TVBS新聞張秋美 蔡英元零三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